淡水马街医院和台湾新希望社区关怀协会 特别在卢州区公所举办影法长者健康活力秀 除了邀请长者上台表演展现活力和才艺 还特别针对失智症预防进行了卫教讲座 很多人听到失智症都相当的恐惧 淡水马街医院社区医学中心 就特别和新希望社区关怀协会合作 办理营法长者健康活力秀 进行相关的宣导 希望长者在所有的据点里面活动 有一个可以展现自己的一个平台 那另外呢今天最重要的一个活动 有一个叫做预见的曼杀 预防失智症的讲座 由三位失智的长辈们将自己的亲身经验做分享 让所有的长辈们了解失智它是一个疾病 它不是老化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大家要用微笑来接纳他们 而失智其实不可怕 因为这个疾病它是可以逐渐延缓让自己不要变得更严重 所以最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能够走出来跟大家一起来活动 共同主办的新希望社区关怀协会 很开心看到各据点齐聚 也希望这次来参加的长者可以成为小小的种子 让越来越多人更认识失智症 超高龄化之后发现失智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于是我们开始对失智有越来越多的涉略 台湾失智症协会是在这方面非常专业的 那他们有办一些 遇见德曼杀这样的预防失智症的讲座 其实办得非常好 但是卢州的居民可能不一定有机会能够经历到 所以我们一方面透过办这样的讲座 让卢州的居民能够有越来越多人像种子一样 能够认识到这个讯息对失智不害怕 预约一个不害怕失智的未来 另外就是我们也让这八个社区招呼关系据点 还有两个失智据点 还有许多的教会许多的里长 我们都能够一起参与在这个活动 能够让大家共好 而且一起参加这样的活力的展现 所以长辈们都非常开心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 这次来参加活动的讲者们 平常也会到各据点上课或是聚会 因为持续有人际上的互动 同时还能活动脑部和身体 难怪看起来都格外有活力 记者高新峰林锦鱼如舟采访报导 记者高新峰林锦鱼如舟采访 men